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表示 毫无疑问 俄罗斯派遣武装人员 在七个乌克兰城市 占领了政府建筑 他说 全世界都知道 和平抗议者不会配备枪榴弹 和俄式最新版的自动武器 隐藏他们全新的配套军服的徽章 并说一口当地人都听得出来的 数前英里以外的方言 全世界都知道 在乌克兰被捕的俄罗斯情报人员 不仅仅在高速公路上走错了路 其实我们上个月在克里米亚 已经看到那些军人身穿的服装 和俄罗斯军人的军服一模一样 克里说 乌克兰立即开始实行了 本月早些时候 在日内瓦同意的措施 他说 从一开始 乌克兰总理亚才纽克就信守诺言 他立即同意协助撤离建筑物 终止了在乌克兰东部的反恐行动 尽管乌克兰拥有保护自己领土 和人民合法的基本权利 但是他还是选择了 管和紧张局势 克里说 俄罗斯已经采取行动 进一步破坏乌克兰的稳定 为进一步入侵这个国家的 东部地区铺平道路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 他将派军队进入乌克兰 保护东部地区 亲俄罗斯人的利益 据报道 五名分离主义分子星期四 在斯拉维·杨斯克 与政府军发生的冲突中丧生 政府军被派往那里 夺回被占领的政府建筑 目前基辅当局那样做 简直就像一个军政府那样 或者像一群匪帮那样形式 俄罗斯星期四开始 在靠近与乌克兰交界的地区 进行军事演习 国防部长谢尔盖少尔谷说 莫斯科不得不这么做 因为基辅在乌克兰东部 部署了1万1千名军人 和160辆坦克 他说 我们在这种形式下 被迫对这种局面做出反应 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 尤里谢尔盖耶夫 星期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乌克兰政府在斯拉维扬斯克 局面恶化之后 便停止了那里的行动 他说 内务部长决定停止 在那里积极采取行动 以观望局势的下一步发展 但我们仍然要求 分离主义分子投降 谢尔盖耶夫说 俄罗斯没有做任何事情 制止乌克兰东部的亲俄活动 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来落实他在日内瓦做出的承诺 克里国务卿说 国际制裁已经伤及 俄罗斯的经济和财政 如果莫斯科继续走制造混乱 欺骗和破坏稳定的老路 他将付出更高的代价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